大家好,我小青。 今晚分享我朋友姐姐的故事。 主题是阴阳眼,看到啊飘铁叉烧。 真的哦? 故事开始。 我姐姐一直以来都有双阴阳眼, 她总是可以看到一些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。 有时候这些东西是好的, 有时候则是令人害怕的。 有一天晚上, 我和我姐姐去了一家餐厅吃晚饭。 我们点了一些菜品, 其中包括我最喜欢的叉烧。 当我们等待菜品上桌时, 我姐突然变得很紧张。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, 她回答说, 我看到啊飘铁叉烧了。 我一听这话, 心里就毛了起来。 阿飘是一种阴间生物, 它经常出现在一些阴森恐怖的场所里。 我姐姐能够看到阿飘, 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。 当我们的叉烧上桌时, 我姐姐看着盘子里的食物, 她变得更加紧张。 她告诉我, 叉烧里面好像有阿飘的气息。 我听了更是胆寒。 我们匆匆吃完饭后, 我姐姐告诉我她觉得阿飘跟着我们回家了。 我跟她一起走回家, 心里非常不安。 到了楼下, 我姐姐突然停下来, 阿飘也停在了她的身边。 我姐姐告诉我她觉得阿飘只是想跟她玩玩, 所以她并没有跟上来。 但是, 这一刻, 我感到非常恐惧, 因为阿飘是那么神秘、 阴森、 恐怖。 从那一天起, 我姐姐再也不敢去那家餐厅了。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会再次遇到阿飘。 但是, 这个经历让我深刻地意识到, 有些事情是人类无法理解的, 我们必须小心应对,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。 故事完毕。 我是小青, 下次分享我朋友姐姐风衣扬眼的故事。 晚安。